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土福寧牛大力三熟二米去濕湯 希望大家會喜歡 對呀 今天和大家分享煲湯 今天是平安夜 我們今天不出街了 我就和大家分享一個舒緩皮膚痕癢的湯水 其實很多時候這個湯水都是春天秋天 春困很濕的時候喝的 不過現在這個天氣都很濕 令到人皮膚很乾燥很癢 這個湯水我試過很多次 我都覺得很舒服 喝完之後真的可以止癢 而且粒粒是會慢慢沒那麼辛苦和舒緩 現在我做一個廣告 希望短一點 果皮浸軟 我就刮了一些狼 我現在先放涼水放了果皮 我再和大家分享其他 我放涼水放了果皮之後 我等它一會再加熱水 我就會快一點 讓它適應了 再加熱水下去 讓它先滾 大約1500-2000毫升 這個湯就不用太多水 說一下我的材料 我這次用土福寧 乾品 大家都知道土福寧可以濕毒 例如身體的皮膚敏感 浮浮腫 皮膚恨癢 還有更加酸痛都可以用到土福寧 我這隻是乾品 以前很多人都會用新鮮來煮 都是治皮膚恨癢 但是我發覺新鮮跟乾品 我也覺得功效都差不多 所以通常我都用乾品 方便一下雪櫃拿出來就可以煮 如果皮膚突然不舒服 有些人煮這個配搭不加牛大力 但我自己喜歡加的 因為它都是補肺、補虛、舒緩筋骨 因為很多時候中醫都會說我們皮膚不好 肺不好 所以我就會拿一點 而且煮完出來會有些粉割湯的味道 所以我喜歡加 我都是用乾粉 我都沒有用新鮮的 如果大家想用新鮮的 兩隻都可以買新鮮 不過就方便一點 我就拿一點 這次生熟二米 生二米比較寒冷 大家都知道 會來療水腫 美白 熟二米可以健康 兩隻都放在一起 中醫會覺得比較好 因為熟二米比較大顆 炒起來就覺得好像很多 其實又不是很多 兩隻的配搭 每樣拿一點就可以了 另外就有蜜棗兩顆 我的朋友喜歡加紅蘿蔔 除了大家喜歡 我就是赤小豆 大家都知道赤小豆也是消腫 也是解毒 也是舔水 我這次沒有用藍豆 上次煮過粉割藍豆湯 我這次用扁豆 也是舔水 除了大家喜歡 喜歡用藍豆也可以 用扁豆也可以 另外我這次用肉眼 買了一斤肉眼就甜一點 出了水 因為想拍得快一點和大家分享 不妨大家去街街玩 這個湯水真的很好喝 真的好像煮了粉割湯 但如果我這個份量 大家就不要打算煮一大煲8公升 可能就不夠味 所以我的水份大約是1500至2000 我就拖著煮2個小時 焗著它 就很甜 很舒服 喝完後 如果有一點敏感 一粒粒痕 一拌下去 凸起痕那些很快就好 因為通常我和肥佬有時一串天氣 大家兩個都會交叉感染 大家都有些敏感的痕 喝完後真的很舒服 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了 我就把所有東西一起用水洗一洗 浸一浸 十五分鐘 半小時都可以 因為有時候你做事其實沒什麼所謂 浸一浸浸 好了 水滾了 我這裡浸了已經是20分鐘左右 我先沖一下 把所有材料放進去 還有我跟大家分享過我有密集恐懼症 因為其實我都經常煮山熟二米的湯 但熟二米呢 它稍後會浮上面 大家要小心一點 不知道會不會和我有沒有不舒服 通常我都不看它 大家看看 有沒有一些密集恐懼症 好了 現在不要理它了 我現在toto就煮2個小時 待會見 好了 剛剛煮了2個小時 正常我喜歡烤焗它 不過為了快點和大家分享 我現在就照片給大家看 喝一碗 好香啊 一邊煮一邊香噴噴的 我真的很喜歡喝這個 而且喝完很舒服 剛才浮上來的二米會不見了 我現在加一點鹽 鹽 或自己的碗 我會留下來喝療程 我會加一點粗鹽 除了大家喜歡的鹹味 好了 大功告成 哈哈 弄得它漂亮一點 放好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現在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味道 其實真的和葛湯有點像 當然你說 是不是真的和粉葛湯一樣鮮甜呢 加了葛加甜很多 但這個呢 隨時都可以煮來喝 也都很舒緩 嗯 很好吃 嗯 很好吃 嗯 好吃 好熱啊 那我都吃一些扁豆啊 二米的 大小豆我都吃的 那我還有一個肉眼 那這個湯呢 現在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皮膚乾燥症症呢 喝完真的挺好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那另外 如果你真的水多不夠味的 你就再焗久一點 再硬一點再滾回去 這樣吧 這個加了山熟二米 那如果不方便的日子 女士們就不要喝了 還有懷孕的婦女都不要喝了 感冒啊 傷風啊那些全部都不要喝了 最好是問你醫生的建議是怎樣 那今天平安夜 那我希望大家出去玩 平平安安 開開心心 玩得開心一點 我明天呢 我們應該會出去吃聖誕大餐 但是不知道拍不拍到片 和大家分享 真的不知道會不會太多人 很難拿一部機出來拍 因為我明天呢 很想去看電蒸爐 那我打算今年做糕就交給我 那我可能買個大一點的電蒸爐 那我可以做長型的蘿蔔糕 放綠底 另外在爐頭那裡又蒸 變成可以做很多的糕 到時可以再拍多次蘿蔔糕 和大家分享 有些網友的留言 因為我未覆大家的留言 那我選一選 盡量去解釋 那有一個就說 看到我做過毛骨震白設計 看到肉很嫩滑 很想快點去團連飯 試試做 那你就問我 一隻要多久 那其實我蓋15分鐘左右 那我剛剛做冬 我就蓋了10分鐘 那我怕很久都蓋不到 那到時團連就怎樣收貨 傻的 那現在呢 超市啊 每一間都做兩隻特價 你買回來練習了 自己吃 覺得沒問題 可以自己練習一下 到時團連飯 就出場就不失禮 那另外就說 有人終於找到用鹽水浸雞了 謝謝你 轉頭就做 那有個就說 今晚做冬 跟我方法浸雞 做完告訴我 但我未見到你留言給我 那另外有人問我 有沒有Instagram 我沒有的 我連Facebook都沒有玩很久了 我沒有開 不過 肥佬幫我開了一個page 是Facebook專頁來的 不過我未運作的 因為他幫我放了些東西 但我發覺 我是堅固不到這麼多東西的 另外有人就說 叫我炆牛腩 其實呢 肥佬不吃牛的 那我也不吃牛 很多年了 媽媽他們吃的 我也會做的 但有機會都可以分享 另外有個就說 很喜歡我做家庭式的做法 一隻就跟我做的 昨天跟了我做南乙蚊豬手 兩個笑容 我不知道你們做成怎樣 你沒有告訴我 因為我沒有時間覆 另外就問我這個氣炸鍋三本 就是這個 是不是要換三腳插 因為肥佬搞的 他好像在日本城買過轉插 就做到 不過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接下來也有一個氣炸鍋 因為剛剛和媽媽在我媽媽那邊 幫我續約那些網上的上網 又送氣炸鍋 好搞笑 那我看看下次和大家分享 那另外就 沒有什麼特別 問我氣炸鍋響鈴做多久 我就是頭頭的160度 就五分鐘 那我弄一弄 然後另外就五分鐘 反一反去 都是200度 因為每個爐都不同的 所以我都未必知道 是不是大家每個人 就是每個牌子不同 可能時間會有一點點分別 自己覺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有很多人就說 我增蛋增椰黃 都不放保鮮紙 行不行的 那其實可以的 如果你介意 你可以加回微波爐保鮮紙 內包著都沒問題的 那另外就說 啊 我不鏽鋼加進去這塊板 在哪裡買米 這個 這個呢 雜貨店 紋機 什麼都有 五元塊 就是這些很便宜的 因為我換了這個 譬如我做一個菜一個菜 那裡面有很多油在這裡 那我拿走它 浸著它 那我轉頭用光絲刷就洗得掉了 那我下一個 我就可以拿一塊新的放下去 因為我買了幾塊 因為平常我蒸東西 都有時候會用這個 那你尺寸就選你自己的爐去用 就可以了 那我另外就 那我另外就 有一個就 真的很喜歡你 哈哈 另外就有人問我 薑米 是否等於薑蓉 大家等等 其實我立即 旁邊有一塊薑的了 那我通常在這裡再批一批 去再用 那大家說薑米 其實我平常就用這個 去摸一摸 我做一次 跟大家分享 這樣 摸了之後呢 這樣它就變成薑米 放東西去煮它不見了 但是如果你薑蓉 你剁完之後 例如我吃雞飯的薑蓉 就會有渣吃到口 這個就吃不到口 但是它有一個薑味 這樣這個就是薑米 另外 另外 試一下 中炸魚褲 點泰式甜酸汁 有啊 我經常都放一些 糟了 我經常吃的褲皮卷 素鵝 然後我都很喜歡 點泰式汁 另外就說 有一個經常都 留言給我的 我讀你應該知道 我都訂了氣炸鍋 翌日可以跟你做 好快一點 另外就說 叫我多分享 多些氣炸鍋的食譜 其實有啊 因為有時真的太懶了 我都不敢拍給大家 還有有時突然間說要吃飯 那我很急 我就做不到 因為其實家裡也很多功夫做 那好了 那今集 不阻礙大家這麼長的時間 我之前又說短一點 但結果也是這麼長 好了 今天平安爺 希望大家玩得開心一點 我看明天能不能出去拍到 我們的聖誕大餐 是吃些什麼 還有我第二天買了一個 電蒸爐之後 看看跟大家分享一下 做蘿蔔糕 今年又 因為我記得我前年拍是很差的 自己又不會說 又預備不到 又經常拍不到 那我看看會不會再 去重整多一次 說得好一點 準備得好一點 和大家做多一次蘿蔔糕 讓大家新年可以蒸糕 和家人分享 那好了 下集見了 拜拜